真人秀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,自从7月份开播以来,就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,其中三对夫妻各有所长,也让我们在节目中看到了和平成荧幕上不一样的明星们,尤其是福云爱没想到除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之外,烧菜竟然这么好吃,每次做的吃的都让大F赞菜不已。 还说能娶到这样子老婆的江洪杰上辈子一定是大善人,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播出第九期了,而临近生产的蒋琴琴和丈夫陈建斌不舍得厉害了节目组的录制地点,去到了更适合养胎的月子中心。 作为晚辈的福云爱和江洪杰,在逛完街之后经过陈建斌夫妻的同意下午去拜访了她们,而福云爱特别懂礼貌地给他们带了礼物。 除了一箱子牛奶之外,福云爱还偷偷地塞给蒋琴琴一件小东西,但是并没有被节目组曝光样子,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平安福,在日本有着很好的寓意,祈求孕妇怀胎顺利。 孩子顺利降生,虽然国籍不同但是福云爱的这份心意还是让蒋琴琴满满的感动,而且福云爱还给小孩子带了婴儿福,真是太贴心跟细心了。